大家好 长丸子时切记 不要放淀粉和面粉 教你一招外酥你嫩不吸油 一起来看看吗 首先将香菜切成碎末 放碗中 切点姜末放碗中 准备一块豆腐用手捏碎 放点食盐转拌均匀 盆中倒入豆腐 肉末 香菜 姜末 加点食盐胡椒粉蚝油 打入一个鸡蛋 放入30克面包糠用手扎拌均匀 这一以后捏一小块放手中搓整碗子 全部搓完后 放入盘中 碗中打入两个鸡蛋胶子 把丸子放进去 裹上一层蛋液 锅烧热多倒点食用油 油往六层让把丸子放进去炸 中火慢炸筷子不适的翻豆 使其受热均匀 炸至金黄酥脆控油捞出 全程大约五分钟 美味的豆腐油炸碗子就做好了 吃起来 咸香酥脆 吻着你呢 喜欢 就赶紧试试吧 跟着大叔喜欢做菜 让家人开心过好每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